江姓男子于今7日下午15时山树分许 驾驶游览车行经凤山区临海路往南机车便到寒洞处出口 应该游览车使务限高时的机慢车专用寒洞道路 导致该游览车卡在寒洞动弹不得 事故后该游览车驾驶未留至现场 返回公司调派车辆载运其他乘客 南城派出所援警或报立即前往现场疏导车流 避免车辆回堵 经多方联络调派脱吊车道场协助 经对该游览车轮胎泄气降低高度 付经联络到江姓驾驶返回现场后协助车辆引致 本所依规定通知江姓男子道案说明 并对其违规事实自担举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